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这里有两款哦 你看两个 这个是旗舰款石墨黑 这个是经典款星光银 那这两款呢是圆刚他最近所推出的智慧抗照通话音箱 老师已经用它一个礼拜了 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好用的 好 那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这两款的外观跟他们的差异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呢 是它的经典款星光银 它整个的大小呢 其实差不多就是老师的一个手掌的大小 那用起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像暖暖包哦 这个按键呢 是按了后可以把麦克风关闭 左边这一颗呢 则是一键静音 可以把你的喇叭的声音关掉 下面这里呢 加跟减则是呢 我的声音的大跟小的控制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或是在远距课程的时候 老师只要按一下 他就可以马上把老师的麦克风关掉 按一下呢 就可以把我的讲话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呢 喇叭的声音关掉 另外呢 它的线呢 是坐在下头 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理线的孔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线这样子拿出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 我就不用忘记会带线 这一款经典款的星光银呢 它支援的是USB接头 一般的电脑其实都有这个接头 就可以来使用 收线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这样转 转进去后 好 最后地方要注意哦 它这边会有一个凹槽 你要在凹槽的位置 刚好收线的地方卡进去 它就不会突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 经典款 星光银 另外一款呢 则是旗舰款 石墨黑 跟星光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上面的按键 右边呢 大家都是把麦克风关闭的按键 加跟减 一样是音量的大小 喇叭音量的大小 旁边这里呢 在旗舰款的石墨黑中呢 则是AI降噪工具 所以你只要按了这一颗之后 它可以马上进行AI的降噪 后面的部分的话 一样会有一个理线的槽 所以你只要把它打开之后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线拿出来 然后它也是自带线哦 所以线的部分不用怕不见 另外它的线头部分呢 则是支援的是Type-C 所以呢这个是 一般的电脑可以支援 甚至于如果你是用iPad iPad它也支援这一个头哦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iPad 在开会的时候 或是进行线上课程呢 都可以用这一颗 会抗噪通话音箱 另外呢 这一款旗舰款石墨黑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 它其实同时拥有USB Hub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的连到你的设备上面 电脑跟荧幕上外接 它也可以透过USB 在跟电脑的部分来进行读取 所以它本身呢 其实就是一个USB Hub的一个功能 认识了这两款不同的硬体设备之后啊 老师大概用了它一个礼拜哦 我是带这一颗就是刚好外出上课 然后晚上在饭店的时候 我都需要一些会议啊 我就直接用它哦 那我真的发现 第一个它在我上课的时候会帮助我 就是我上课时如果有一些声音 需要传输出去的时候 老师就直接接着它 它等于是我喇叭 那我喇叭传出去在教室在听的时候 它会比较大声 比我们本来笔电 它的声音会变扩散掉 好很多很多 因为它声音会是集中的 这时候如果你还是不够大声 你就可以拿麦克风直接接着 它声音传出去会非常的大声 所以我在上课当下呀 我现在出去上课时 我都会自己带着这一颗出去上课的时候 当成是我的外接喇叭来使用 那另外呢在开会的时候呢 因为它开会它收音的方向是比较广的 所以我拿它来进行会议啦 或是线上课程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它的收音的效果其实还不错 尤其是我用的是石墨黑的这一款 它拥有AI降噪的工具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议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用它来直接接着 跟我的同事们开会 我就没有再另外拿我的 就是AM310这一支麦克风 因为有时候外出的时候 带它真的是不方便 那这个是我放在办公室啦 如果要录教学影片的时候 那我就会用它来录制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深得我心啊 对我拿到的时候 就哇好棒好棒喔 然后它就很可爱 对于女生就是你知道 以外貌协会的 就会觉得这个出去有质感 那它怎么去收纳喔 来它其实提供了像这样的一个套子喔 所以呢 两款都有这样的一个套子 同学们只要把它放进去 好您看 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收纳 那两款都有啦 它就有两个套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包包里头 放着我就可以直接出去 那它也可以支援iPad 那我那一天呢 用它全程跟我们的同人通话等等的 我有问他们说 没有发现我的声音有点不太一样 有一两个老师 是有感觉 但其他老师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它其实在降噪上面是真的还不错 好 那我们要来测看看 它在通话上面是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等一下老师会跟王老师进行连线 我用这一台机器来讲话 请他对方那边做声音的录制 它录起来我们来听看看 它在声音上面真的是有降噪工具 或者是说 我的声音的音质上面 不会说落差太大 等一下我们来实测看看 我们现在找王老师来进行测试 那先看一下老师的电脑设定 我现在电脑设定的声音的来源就是这一台 那这个是旗舰款石墨黑 所以老师现在把它声音当成是我喇叭声音出来 王老师讲话 嗨 大家好 再说 还要再说 到底要说什么呢 半夜在开会 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时段 OK 太多了 好来 你看他现在声音收进去了 OK 刚刚那是王老师的声音 所以我的喇叭声音由王老师的声音出去 然后另外呢 我现在跟他用Google Meet的开会 所以呢 老师请他那边可以收老师的声音 你们才可以听到是我的声音过去他那里的时候 我用这一台声音收过去的效果如何 所以老师现在听到的 王老师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哦 都是从这一台机器哦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机器 他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声音大小声 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可以按加 你看我的荧幕上 马上声音就会跟着出来 这个蛮厉害的哦 然后再来就是AI降噪 我把降噪功能打开哦 好 然后呢 声音大一点 等一下王老师讲话的时候 声音就会很清楚 所以他的面 就很好控制 好 我讲话 你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现在有 刚刚就是 你按Mute的时候 我就听不到了 来再一次 没有听到 你有讲话吗 我听不到你声音 好 OK 你是看我的嘴型是不是 对对对 好 来这样有咯 OK 好 那老师现在放降噪工具 好 我要讲多久的话 你才会听得清楚 我讲了什么 等一下 我把它收音给他收 因为我现在把它录音录起来 我用这一款录 好 王老师唱歌 唱歌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就这样 那一段剪掉 好 来 好 那我现在打键盘 你等我一下下午 躺一下我的键盘 来 我拿键盘出来哦 好 我现在 有 有键盘声音哦 对 有收进去哦 有 有 再来一次 好 来 没有听到声音 有打吗 有打 但是我听不到 OK 所以我的AM3里有收进去哦 可是等下我们到时候把声音置换掉 在王老师的声音的时候再来感受一下他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一款呢老师只要接上去后 随差即用 不用装任何的驱动程式他马上就可以用 真的很赞哦 那我们今天这段实测就到这里了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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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老师的介绍呢 相信各位同学对于这两款智慧抗噪通话音响有大概初步的认识咯 那如果你真的是常常在外面移动 像我们有到不同的地方去上课 我有声音管不出来的需要 或者是说呢 我希望可以线上课程线上会议使用的时候 不要戴耳机 然后我的麦克风或喇叭可以随时跟着我 到什么地方去 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可以开会 那我相信这两款呢 对各位呢 应该是蛮有帮助的 好 那希望各位呢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不要问我 好不好 去问圆刚 好 大家都跑来问我产品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所以老师自己使用下来是真的还蛮满意的 所以我现在呢 都把这一款什么会放在我的小包包里 下一次如果实体课程有遇到老师的话呢 想要干这一款的实体哦 也可以跟我讲 我马上会从包包拿出来给你们看 好不好 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咯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对各位是很有帮助的 在选择一些通话的音箱上面呢 可以有再更多的硬体设备可以来选择 好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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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